打开大陆团体旅游行程 每天的经典安排 旅行社通通都规划好了 为了明年三月开放 可以跟着旅行社到中国旅游 旅行业者摩拳擦掌 但陆委会近期报告却指出 初期复录旅行人数可能要限额 每天只能有两千人到中国 迎来旅行业的反弹声浪 两套说法让我们无所适从 再加上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也会让我们整个秩序会大乱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举动 对我们这个旅行业伤害很深 因为整个台湾有四千家旅行社 九层有发团到中国大陆 陆委会主委邱泰三针对这项限额 提出主要的三项考量 表示两岸之间必须对等互惠 2015年有400万路客来到台湾旅游 然而2019年却降到只有180多万人 因为陆客来台自由行受到限制 再加上若国人都出国旅游 可能会导致国旅失衡 以及这回单方面开放 也担心陆客团最后却斗不来 这些都影响政策规划 而旅行业也提出反面看法 要平均对等的话 那我们台湾人去日本 跟日本人台湾相差五倍 台湾人去韩国 跟韩国人来台湾 也相差两倍以上 从来就没有人这样子做过 所以呢我觉得 这样子的做法呢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困扰 旅行业者呼吁交通部 与陆委会能够尽快把政策拟定好 以免让旅行业者有所期待 却又落空 报道新闻中的报导